大家好,这里是听世界,一个专注成长和财富自由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本史上最畅销的个人财商教育书 《富爸爸,穷爸爸》 在书中,作者将自己从富爸爸那里学到的知识归答为了六门财商教育课 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对通往财富自由之路上会遭遇的一些障碍 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六门财商教育课中的前两门 作者从《富爸爸》那里学到的第一课是 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钱而工作,而富人不为钱工作 富人要钱为他工作 或者说一个为了钱而工作的人是不会成为富人的 你可能会问,什么叫为钱而工作? 什么又叫不为钱工作或者要钱为他工作呢? 别急,我们一个一个讲 我们先看什么叫为钱而工作 简单说,当一个人是因为恐惧或者欲望而去工作时 就是在为钱而工作 我们每个人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每天去公司上班时是为了什么? 如果是害怕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 如果是害怕还不上下个月的房贷 如果是害怕明年结婚时交不起房子的首付 如果是害怕孩子上不了一个好的幼儿园 如果是害怕父母生病了去不了好的医院 如果是害怕退休时没有存够养老的钱等等 如果我们每天是因为这些H公司工作时 我们就是因为恐惧而去工作 我们就是在为钱而工作 如果是为了能买到一个名牌的包包 如果是为了明年能去国外旅游 如果是为了换一个更大的房子 如果是为了买一辆高级交车 如果是为了在亲戚朋友前炫耀等等 如果我们每天是因为这些H公司工作时 我们就是因为欲望而去工作 我们也同样是在为钱而工作 为钱工作的人 他们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来挣钱 却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工作 他们只是屈服于恐惧和欲望在挣钱 大多数人都希望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 有一份工资收入 因为我们都有恐惧和欲望之心 问题是因为恐惧和欲望 大多数人一生都在追求工资 加薪和职业保障 但从来不问这种收恐惧 或者欲望支配的生活之路将通向哪里 不要因为害怕付不起账单 就起床去工作 我们要花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 即更努力的工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吗 其实工作只是面对长期问题的一种 战时的解决方法 钱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或者确切的说是对钱的无知和恐惧 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一开始 没钱的恐惧会促使我们努力工作 得到报酬后 贪婪或欲望也让我们想拥有所有用钱能买到的好东西 于是我们大多数人就陷入了一种模式之中 什么模式呢 就是起床上班 负账 再起床 再上班 再负账 我们的生活永远被恐惧和欲望 这两种感觉所控制 在这种模式下 即使我们挣到更多的钱 我们也会以更高的开支来重复这种循环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先控制恐惧和欲望 即使我们获得高薪 也只不过是金钱的奴隶而已 作者称这种模式为老鼠赛跑 那除了老鼠赛跑的模式之外 有没有另外一种模式呢 有 那就是不为钱工作 或者让钱为我们工作的模式 当一个人能避开有恐惧和欲望组成的陷阱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利用恐惧和欲望 而不要让他们控制自己时 就不再是为钱工作 或者让钱为他工作 作者在书中举了个例子 在作者9岁的时候 他认识了同学的父亲 也就是那位傅爸爸 然后作者就开始在傅爸爸所拥有的一家小超市里打工 一开始时每周六在超市工作三个小时 每小时有十美分的报酬 因为傅爸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作者的财商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傅爸爸故意要求作者免费给他打工 并对他说了下面一段话 你越快忘记你的工资 你未来的生活就会越轻松 用你的头脑去思考 不求回报的工作 很快就会发现比拿工资更挣钱的方法 你会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机会就摆在人们面前 但大多数人从来看不到这些机会 因为他们忙着追求金钱和安定 所以只能得到这些 如果你能看到一个机会 就注定你会在一生中不断地发现机会 学会了这些你就能避开生活中最大的陷阱 而我们的作者果然也没辜负傅爸爸的期望 他发现超市里收卖的年环画 如果过一段时间没有被卖掉 就会被处理掉 于是他和超市达成协议 得到免费使用这些年环画的权利 然后他开了一家年环画月亮市 向每个来月亮市看书的孩子收取十美分 很快他通过这间月亮市挣得了钱 远远超过了他之前为超市打工挣得了钱 然而这件事最具有意义的 还不是这个声音让作者赚到了钱 而是使作者本人不在月亮市时 也就是作者不工作时 他也照样赚钱 因为他雇用了另外一个小孩帮他打理月亮市 这就是不为钱工作或者让钱为我们工作的模式 好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讲作者从副办法里学到的第二课了 因为通过学习这节课我们才能学习到不为钱工作 或者让钱为我们工作的核心所在 在书中这第二门课的名字叫 为什么要教授财务知识 作者认为我们从小上学受教育 学习各种专业技能 所以我们的教育中缺少的不是如何挣钱 而是如何管钱 即财务方面相关的知识 作者打了个比喻 如果我们只是盖个小屋 我们只是用火泥土打15厘米后的地基就够了 但如果我们要建造的是帝国大厦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个深坑打捞地基 但大多数人在努力支付时却不懂财务知识 这就好比试图在15厘米后的火泥土地基上建造帝国大厦 我们都听说过穷人买彩票中奖的故事 他们一下子报复起来 但不久就又变穷了 他们虽然得到了上百万美元 但很快又回到他们最初时的样子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一定的财富基础知识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 在生活中挣了多少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留下了多少钱 而在所有的财富知识中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句话 即明白资产和负债的区别 并且购买资产 作者说如果一个人想致富 这可以说是第一条规则 也是唯一一条规则 它听起来似乎简单的有些荒谬 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条规则有多么深奥 我们往往就是因为不清楚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区别 才在财务问题上苦苦挣扎 你能区别什么是资产和负债吗 比如你觉得汽车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你觉得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其实用词语很难说清楚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 如果你去查字典查百科里面的定义和解释反而会让你更糊涂 为此作者给出了个简单的定义 所谓资产就是能把钱放进我口袋里的东西 而所谓负债就是把钱从我口袋里取走的东西 比如你贷款买了一辆车 每个月也还车贷 还需要加油费 保养费 保险等各种费用 但这辆车并没有给你带来收入 那这辆车就是你的负债 并不是你的资产 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 如果我们想致富 只需不断买入资产就行了 如果我们只想当穷人或者中产阶级 那就不断的买入负债吧 富人获得资产 而穷人和中产阶级获得负债 只不过他们以为那些负债是资产罢了 好 今天的影片内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 作者从富爸爸那里学到的第一课是 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钱而工作 而富人不为钱工作 富人让钱为他工作 或者说 一个为了钱而工作的人是不会成为富人的 学习让钱为我工作 而不是我为钱工作 关系到力量 如果你为钱工作 你就把力量给到你的老板 如果让钱为你工作 你就能控制这种力量 作者从富爸爸那里学到的第二课是 为什么要教授财务知识 而所有财务知识的核心 其实就一句话 即明白资产和负债的区别 并且购买资产 最后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 成长和财富自由的资讯哦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